新冠疫情不仅对各行各业造成冲击 社会落势更是陷入了生活困境 狗熊市长韩国瑜特别到齐津区 关怀中低收入户的生活情况 并且制赠社会局精心准备的防疫暖心包 包括有白米面条 饼干 还有罐头等生活物资 希望能够帮助弱势家庭度过防疫难关 市长韩国瑜在社会局长的陪同下 前往齐津区关心中低收入户的生活情况 他首先前往林女士家中 关心心灌疫情对他们造成的冲击 同时也对辛苦妈妈至上敬意 所有转往邻近的夏先生家中 询问目前工作及身体健康状况 韩市长亲自送上社会局精心准备的防疫暖心包 包括白米面条 饼干 及时饮罐头等物资 协助弱势族群度过艰困时刻 你看看这里有罐头 吃一个人 煮菜也有时不方便 对 对 好 韩市长表示照顾弱势是政府的首要工作 有任何的需求可以寻求在地区里长及里干事的帮忙 他同时也叮咛社工要热心关怀 让弱势族群感受到温暖 记者吴秉原高雄报道